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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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沒有路是白走的 關於永遠有的選擇權 那其實聽起來很拗口 那我到底要講什麼呢 其實我今天想要講的是 不連續耶 你好像在對我比中指的樣子 到底要 放在暗下 就是我今天其實想要講的是 關於困惑這件事情還有 如何與困惑共處 那我首先想要先從我的旅行開始聊起 因為我覺得旅行是對我目前來說 帶給我最多啟發 同時製造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困惑 然後卻又讓我樂此不疲的一件事 那我是在台灣受教育長大的 然後我在2011年的那時候 去了菲律賓跟柬埔寨這樣志工 然後那時候其實是受了一個 有在寫關於他自己在尼泊爾 當志工的女生的blog的啟發 因為他當時在當地就寫了他 每天的日常生活 以及就是他在當地 為婦女衛生教育所做的努力 然後那時候看著他就想到 就是一個女生這樣子 支撐到一個這樣遙遠的國度 然後就做了一兩年長期的志工 然後就覺得自己很想去這麼做做看 那我現在姑且不論就是 國際志工對我來講是到底好或壞 可是我覺得當時算是第一次一個人 真的就是跑去了一個新的地方 然後我才知道說原來我在一個陌生的環境 可以所有的感官可以這麼被放大 就是我那時候覺得好像很像自己是一個 剛出生到世界上的英雄一樣 我好像所有的眼見、耳紋、鼻袖、手觸 都是非常的敏銳的 然後我覺得那時候所引起的好奇心 就讓我接下來就是有了後面的旅行 隔年夏天2012年那時候 我很幸運的獲得了一個比賽的贊助 所以去了歐洲 然後那時候是獲得機票跟火車這條贊助 然後透過沙發衝浪的方式 在歐洲一個人旅行了兩個月 然後那是我第一次一個人旅行 然後也是我第一次用沙發衝浪 也就是從一個陌生人的沙發或是家 移動到另外一個陌生人家的方式去旅行 然後再來隔年的夏天 我去了中國的四川雲南一帶 然後那時候就是原本是想要去西藏 但是因為身為一個台灣人的身分 就是跟當地就是西藏獨立的關係 所以就有點尷尬我不太能去 所以我後來就決定就是在四川雲南一帶 有了一個徒步變車的旅行 對 然後我在大學的尾巴 也就是2014年的時候 我去比第一次當了一學期的教換學生 然後我剛剛說的這些其實我想說的是 整趟旅程就是從開始當國際中開始 帶給我最大的影響其實是關於生活的可能這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看到了各種各樣的人 他們生活的方式促使我理解到說 我自己對於生活想像其實還是非常貧乏的 那簡單舉個例子 就是我第一個沙發主人她是一個俄羅斯女生 然後她當時就是透過一個叫au pair的東西 au pair就是有點像是你可以到法國 然後用當保姆的方式換宿 然後她那時候就是俄羅斯女生到了法國 然後學會了法文 然後我覺得她對我來講我覺得非常特別的一件事情是 她說她非常喜歡坐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裡 她喜歡一個城市給她新鮮感 所以她每三個月到六個月就換一次工作 然後在工作交接之間她就會去旅行 她說她的旅行最長就是因為她很喜歡海邊 所以她會從法國北部一路搭便車搭到西班牙 然後就可能花兩天的時間在這個通勤上 然後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就是 就是居然有人是用這樣的方式生活 就是我知道說 就是她捏迫了我對於一個所謂一份工作的想像 然後還有關於 然後就是還有關於就是她移動的方式 也讓我覺得非常的驚訝 然後再來是關於角色的可能 同事也發生在法國 就是我那時候住到了一個法國男生的家裡 也是透過沙發衝浪 然後她的工作是護士 白天是護士 然後她晚上的時候是當DJ 然後她還在家裡自己中了大麻 這是我第一次 好像不該在這裡講 我第一次抽大麻 但是因為我不會抽煙 所以也沒有抽成班 就是第一次抽大麻就在那邊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也是一樣很衝擊 就是一方面是性別角色的衝擊 關於一個男生一個護士 然後還有她同時是DJ這件事情 然後這我想講的是居住的可能 這其實是我自己覺得一個很可愛的故事 就是我當時跟一個法國女生去了一個城堡觀光 我們就一起見面然後走一天 然後結束以後她就問我說 你要不要來我家吃午餐 然後我想說喔好啊當然就去了 然後我去的時候就發現說 就是她家就是城堡 就是我在她家門口的時候 我就特地就是這樣傻眼了 然後就一進去她家也是自己有馬舊 然後什麼就是樓梯就是那種螺旋上圈那種 然後吃完午餐以後我們就 吃完午餐以後我們就在客廳閒聊 然後我就看著就是那時候掛在客廳牆上的畫作 然後就是一些人像我就說 欸就是這些人像是誰啊 然後他們就說喔就是 This is my grand grand grandpa 然後我就覺得OK 這是你的真真真祖父 對然後就覺得蠻有趣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就是像我剛剛前面說的 就是在看到各種各樣的生活 我就其實不止於剛剛三個故事 我覺得還有更多的更多 然後促使我去一直想一件事情 就是我是誰我到底要往哪裡去 就是如果生活有這麼多的可能的話 是不是除了所謂的社會社政委 所謂的從國小國中考一個好高中 考一個好大學接著找一份好工作 所以我可能接溫生紙這樣子的 就是這樣的線性的人生規劃是 真的是我要的話要的嗎 或是真的是這麼適合我的嗎 然後我當時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是虛度時間 就是我會一直覺得好像我沒有時間了 我現在要很快的去找到一個讓我覺得很擅長 可是我又同時很熱愛的事情 但是我當時就是想著我自己喜歡的事情 又同時覺得很茫然 因為我不知道就是我到底擅長的是什麼 然後同時就是我當時就會 因為很茫然我就會去看很多文章 然後就會覺得那些所謂的成功人 是他們看起來這麼的自信這麼的光鮮亮麗 可是他們所有的路徑我沒有辦法複製 然後他們的想在做的事情也不見得是我真的想要做的 我甚至動了修學的念頭稱號 點名 就是我當時就是也覺得 就是因為我太想念旅行對我的感官的憧憬 我太想念生活可能可以這麼豐富 所以我當時動了修學的念頭 那我那時候想了很久我就發現 就是其實修學跟找到一件自己喜歡 跟擅長的事情並不是直接相關的 我覺得其實還有應該其實當喜歡又變成擅長 其實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時間去積累 你需要去練習 你需要去嘗試 所以我後來就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嘗試 然後當時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the only failure is the failure to try 就是反正我沒有什麼好失去的 真正失去只是我不去嘗試而已 那我那時候就去試著做那些 我可能會喜歡的事情 一個是swing dance 就是它是一個 源自於1920年代的雙人舞 然後我當時是在一個咖啡館裡 第一次就是看到了這個雙人舞 然後聽得覺得是又覺得非常可愛 然後後來在去年的3月回到台灣以後 我就開始跳swing dance 然後一路跳到現在我還是非常喜歡 所以以前真的去曼谷的時候 我也特別去了當地的swing dance band去跳 然後再來我在交換期間 我也嘗試了去上跳水 然後就跳了一整個血清 然後再來就是我花更多的時間 去做我喜歡的事情 然後就是因為我是一個非常喜歡舞台劇的人 然後我當時就想說 那如果我這麼喜歡看戲劇的話 就是我有沒有機會可以去演戲看看 所以我參加了綠光劇團的戲劇課程 然後同時就是我從15歲就開始寫部落格 就是一開始舞名 然後後來就一路寫至到現在 包含我還寫了就是紙本的日記 然後我在去筆迪史交換的時候 我就創了一個算是Fanpage嗎 就是一個叫做親愛的路的專頁 然後裡頭就開始用就是繼續用我喜歡的事情 去做文字跟以下的紀錄 然後再來是我非常喜歡煮飯 我很喜歡烹飪 然後我當時就是去歐洲比賽那個企劃 也是透過就是異國參桌這個提案去的 然後那時候就也很有趣的搞出了兩個計劃 一個是就是跟了幾個同學在學校的伴三 然後經營了一個每個禮拜五營運的餐廳 叫做X市湯 然後我前陣子大概去年11月12月的時候 我跟朋友就賣起了郵寄宵夜 就是過敏思議就是沒有固定時間地點 也沒有固定菜市 然後隨機公佈隨機販賣的一個宵夜 對 然後我必須承認就是我仍然困惑著 就是儘管我已經大概知道說我可能喜歡的東西 以及我現在有了免費費務派對 還有很多其他產出 可是我其實還沒有還是沒有辦法很明確地說 就是我到底喜歡跟擅長跟我之後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但是我理解到就是time enjoy wasting is not wasting time 當我在做這所有的事情的時候 我都理解到說所有我投入的時間都是不會浪費的 就是我可以去目的性 我不需要跳舞是為了成為一個dancer 我煮飯可以就純粹只因為我喜歡 然後我覺得就是就我自己個人經驗 我覺得透過這樣的嘗試跟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好像隱隱約約把我帶領到了某一個方向 就好比我現在在一個旅遊產 就是我在旅遊上關產業工作 然後做文字跟內容上關的 好 然後我就理解到說我的時間就是現在 就是未來我沒有辦法決定過去也已經過去了 那其實每個當下就是我可以去做選擇的時候 然後最後我想要用一句話勉勵大家跟我自己 就是永遠不管你想要做什麼 永遠都要活在一輸一半 照照細情 謝謝大家 謝謝